就在今天国内又新增两名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分别是北部30多岁的男性 他在2月17号到22号 跟团到日本的大阪旅游 返台之后就出现了咳嗽喉咙痒的症状 28号确诊 研判他在日本被感染到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是属于境外移入的个案 而另外一名则是在北部50多岁的女性 有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病史 在14号因为低血糖全身倦怠收治住院 却在一个星期之后出现了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 28号确诊 由于这位个案的同住家人没有疑似的症状 究竟是在社区还是院内感染 源头有待理情 于日本感染的可能性是最高 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到日本游玩却一次感染武汉肺炎 国内确诊病患再新增两起 累计来到34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根据活动时研判 一例恐怕是境外移入 另一例则可能在国内感染 这个33的部分应该是还好啦 那34的部分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 指挥中心表示 第33例患者是居住在北部一名30多岁男性 他在2月17号到22号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 返台后25号出现咳嗽喉咙痒症状 隔天急诊送医彩检 27号医院通报送医彦在28号确诊 目前持续追踪跟他同团的21名团员 还有亲友同事等密切接触者 外界好奇会不会因此调生日本旅游疫情建议等级 那我也随时在观察这样的情况 那事实上韩国的情况还是比较 意大利及伊朗 这还是我们等下关注会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至于第34例患者是北部一名50多岁女性 有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病史 14号因为低血糖全身倦怠收治住院 却在一周后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 26号诊断出肺炎通报送医彦 28号确诊 由于个案同住家人没有一次症状 究竟是在社区还是院内感染源头有待厘清 医院的部分当然就会先针对他有铺路的这几个病房 那跟医护人员我们先做裁检 平常没出门也没出国 第34例又出现不明感染源 能否循现追查防堵成为隐忧 记者陈思凡林一星刘伟成台北报道